破洞啊 大长腿 我叫剑 你记住 那相信大家已经在主线中试玩过这位魅力拉买的大姐姐了 可以说是技能炫酷 手感丝滑 那么她的真实表现到底如何 值不值得抽啊 驱动盘殷勤又应该怎样选择呢 本期兵 给你答案 我们先来说一下结论啊 剑 行政特勤组阵营 先定物理属性异常角色 有点在于招式灵动 伤害能力非常出色 即使领先 缺点是 物理异常的倍率比其他属性异常低 但需要的异常值却比其他属性要高 也不太适合打稳乱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剑的上限 那综合来看呢 剑是T0Gb的异常角色 玩法上竟能搭配双辅助战场输出 也能搭配轻衣再适合一伤7打出爆发 黑队绑定赛斯 另一个位置可以选择轻衣或者任意辅助 帮部呢 推险这个版本的新帮部 阿翠寻察 队伍强度虽然会比轻衣加朱渊稍弱 但也是目前顶级的强队之一 群众牌呢 需要根据不同的配队来选择 五轻衣推险带獠牙重金属 有轻衣自带自由蓝调 四毫为异常金通 五毫为物理属性加成 六毫为异常掌控 夫妻雕攻击力百分比 异常金通 穿投之 固定攻击力 引擎首选专属引擎 翠锋前次 夏威优先选择常驻引擎 现合编译器 没有的话呢 则推荐雨林陶克尔注点纯彩 引化方面 二引是质变引化 引影的提升也比较大 在有强力的夏威阴晴或者二星以上预算的话呢 引影的优先性会比专属引擎更高 反之如果都没的话 则更加推荐抽取期望更低 同样强力的专属引擎 那接下来 我们从技能开始 一步一步带大家详细了解 简该怎么样玩吧 对了 我们立即打造全网失去效果最好的攻略 希望大家可以点赞支持一下 一个硬币10经验 一个转发5经验 既可以提升你的等级 也可以让我们产出更好的内容 那在介绍技能之前呢 先来个异常小科普 知道的神将可以拉下进度条 那对于敌人造成属性伤害 就可以继续对应属性的属性异常之 异常之满后呢 就会使敌人陷入异常状态 这里有个小知识就是 角色只能积累其自身属性的异常之 比如安比造成物理伤害 就不会继续物理异常之 那进入异常状态后呢 敌人会受到异常伤害和一些特殊负面效果 减的物理异常有两个效果 即使强击 它会造成高额物理伤害 并打断敌人行动 另一个自尾速 可以使敌人受到失衡值提升7.5% 它的物理属性异常和角色的攻击力 增伤异常心通 减防穿透和等级有关 与面板双爆无关 距离的程序如下 当然只考虑单次伤害是不够的 异常积蓄效率也是同样重要的 它和异常掌控异常积蓄效率提升 异常积蓄抗性和技能的基础积蓄值有关 其中呢 技能的基础积蓄值 不会随着角色等级和技能等级的提升改变而改变 从攻势中呢 你不难发现 敌人的弱点 对于异常积蓄效率和异常伤害都有影响 也就是说呢 对比强攻角色 异常角色 打对应弱点的敌人会更强 但同样的 打对应康星的敌人也会更弱 并且每积蓄一次异常 需要的异常值就越多 和吃出抗药性是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需要尽可能提高单次异常伤害 尽快的结束战斗 同时 如果队伍中有同属性的角色呢 那么他们都会继续对应属性的属性异常值 最后的异常伤害 则按照积蓄的比例来计算 比如说主C原本能够造成 一万点异常伤害 辅助能够造成一千点异常伤害 那么他们都参与本次异常积蓄 其中主C占比75% 辅助占比25% 那么最后的伤害就是 一万乘一百分之七十五 加一千乘一百分之二十五 等于7775 那同样的 这对于主C自己来说 也是一样的 比如攻击一千点的时候 打了一半异常 一千五的时候 打了一半异常 那最终的伤害 就和攻击一千两百五十十一样 这是因为 积蓄一场值时会所面板 所以对于影响角色属性面板的buff 例如仓角的加工和利纳的穿透 需要积蓄一场钱给 受益才会最大 而且对于影响敌人的buff 例如尼克的减方 他是不锁面板的 只有在结束的那一刻 才会发挥作用 所以雷斯运一刻中减方 只需要在结算时给到就行 OK科普完毕 接着给大家整点加点省流 减的核心技能非常关键 推荐点满 普攻特殊技联系 在全部联满的情况下 与有20%左右的伤害占比 资源比较富裕的情况下 可以加到实习或者更高 机会不足的情况下 随随便便点点就行 接着我们正式进入到 减的技能部分吧 核心机制狂热 在此状态下 减将变身为超级属性人 闪避会带残影 可以穿越前方的敌人 并且还会使减的物力 异常积蓄效率 提升25% 还有精通转攻击的效果 异常精通高于120点的部分 每一点异常精通 会提高两点攻击力 最高600点 给的数值非常多 一般需要接来满狂热心流 才能进入狂热状态 对于敌人造成伤害 或者触发极限闪避 招架支援 就能获得狂热心流 玩猴的玩家 可以自动带入斩棍式 进度会显示在角色下方的能量槽 但一点一点散心流还是有点慢的 所以连邪戏中期戏 都可以直接进入狂热 并先毁满心流 随后连邪戏中期戏 造成伤害时 会再消耗心流 当然 简也不可能一直开 超级属性人磨杀 在狂热状态下 对于敌人造成伤害时 会消耗狂热心流 狂热心流耗尽时 会推出狂热状态 而狂热状态期间 也可以通过两种方式 回复心流 第一种是 触发极限闪避 或者招架支援 第二种是 使用强滑普攻转圈圈 每次进入狂热状态时 都会获得一层强滑普攻的使用机会 长按普攻几个触发 期间还有霸体和减伤效果 除了狂热 简的核心技也十分重要 核心被动 可以使简的攻击 给敌人施加持有10秒的孽咬状态 在此状态下 任意决则出发强击 都有概率是强击伤害暴击 基础暴击约有40% 暴伤50% 简能每点异常精通 还会使该暴击率额外提升0.16% 只需要375精通就可以达到百爆 而且一般情况下 简都会带给赛斯 能够提供100点精通 所以即使不带加精通的阴气 简也能够轻松百爆 额外能力到需要队伍中 有异常角色 或者同阵影角色就能出发 可以使简的物力异常 积蓄效率提高20% 如果敌人处于异常状态下 简对于其积累的异常值 额外提升15% 那总的来说 让异常伤害可以暴击的特性 使得简的异常伤害十分爆炸 额外能力和狂热状态 也让简的异常积蓄效率十分夸张 同时也不像派派一样 依赖需要能量 才能释放的强化特殊技 去积蓄异常 所以综合来看 简最有极强单人输出的能力 它的技能 也我们提供了两种玩法思路 第一种是战场流 通过战场来频繁地攻击和触发极限闪避 进入狂热状态吃满加成 然后通过强化普攻或者极限闪避 延长狂热状态 使其最后的异常伤害最大化 那这里有一个战场流 能够用上的小技巧 那就是 在狂热状态下 简在极限闪避或者快速支援后 可以直接上倍率高 范围大的第五第六段普攻 而另一种呢 自合保流 利用萎缩的效果 让敌人更快地进入失痕异伤状态 再通过连接机 可以直接进入狂热状态的机制 在失痕异伤期间快速打出异常 使异常伤害吃到失痕异伤 伤害最大化 由此呢 延伸的配对方面也有两种思路 第一种是搭配双辅助 让简战场单C 另一种呢 则搭配轻衣 让简抓住失痕异伤期打爆发 而其他的思路呢 则都有些问题啊 影响了整体的强度 比如搭配物理强攻角色 会稀释强劲的伤害 还有可能会互相抢战场实现 搭配格蒂斯打紊乱呢 也会有抢战场实现的问题 且物理属性并不是很适合打紊乱 紊乱造成伤害 没有能暴击的强击伤害高 效率还更低 所以也不太合适 所以我目前推荐的配对有 简 塞斯 仓角 仓角和塞斯的buff持续时间都比较长 非常适合捡 这两个角色有意义就是完全体 如果仓角进了冰队 也可以换成利纳露西尼可中的任一个 效果会比仓角略差一些 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左行选择 强度差距都不会太大 比较考验手部程序和对角色的理解 逮尼可的话需要注意改变一下手法 尽量把简方效果留到敌人快进异常时使用 具体原因你可以回溯一下小科普 那这里我们重点讲一下简和塞斯之间的操作 塞斯的强化普攻可以使敌人的全属性异常积蓄抗险 降低20%持续20秒 那除此外呢 他的强化普攻和弹刀触发的支援突击 还可以触发快速支援 而且通过快速支援上场的角色 塞斯还会为其提供护盾和100点精通 所以为了吃满塞斯的加成 十三中20秒左右就要打一次塞斯的强化普攻 需要注意的是 塞斯的快速支援是切上一位角色 因此站位上需要安排简在塞斯的前面 那如果你的book死面有轻易啊 也可以考虑让他和简和塞斯组队 强度甚至会比前面提到的配队要高一些 毕竟多一斤嘛 培养的成本也要更高一些 塞斯也可以换成 莉娜 露西 妮可 仓角中的任一个 效果呢会稍微差一些 还是推荐两者绑定 同时呢 简加塞斯加派派也是可行的 不过派派比较依赖强化特殊技 没有强化特殊技时呢 异常积蓄的效率没有减高 而且呢会添加养成的成本 如果派派的练度不够 反而会是负物提升 那这些问题呢 会限制到这个队伍的上限 导致其强度反而会比前面两个队伍略差一些 定位上的派派更像是一个自由蓝鸟挂剑 可以让简无通带獠牙重金属 提升简的伤害 而且呢养成呢 应对不同的配队会有不同的答案 驱动盘四件套推荐 獠牙重金属 战场表现会比自由蓝鸟表现更加出色一些 但如果搭配轻易打爆发 则自由蓝鸟的表现会更加出色 两件套的属性呢 则推荐物理属性伤害加成 或者异常心痛 主次条四号为异常心痛 五号为物理属性伤害加成 六号为异常掌控 对比攻击力有4%左右的提升 副次条则推荐 攻击力百分比大于异常心痛 大于穿透之 大于固定攻击力 转眼属英勤翠风前次的满级攻击力为713 副次条提供90的异常心痛 特效是发动冲刺攻击时 挥霍的一层buff 每层buff使装备者的物理伤害提高12% 最多三层 持续10秒 0.5秒内最多出发一次 重复出发会刷新持续时间 并且 开局或者触发极限闪避 会直接获得三层buff buff叠满后 还会使装备者的属性异常积蓄效率提升40% 转属英勤的数值给的非常多 触发条件也不会太难 只需要三次冲刺攻击 或者一次极限闪避就能叠满 特效持续时间也比较长 对于物理异常角色会有一定的泛用性 但实战中仍然需要注意 频繁使用冲刺攻击来维持buff的层数 首部程序不到位的话 也可能会发挥不出专属英勤的上限 而且专属英勤如果吃不满特效的话 首位就会大打折扣 所以对于首残党的玩家来说 需要慎重考虑抽取专属英勤 而下位英勤 我们则推荐 嵌合编译器 它的伤害有专属英勤85%左右的水平 常驻值抽到可以直接用 但是比较考验手部程序 上下限差距比较大 而且没有嵌合编译器 或者想要操作简单一点的神像 我们则最推荐雨林掏口 虽然基本吃不到满层的特效 但也不太需要手法 也能够稳定吃到六层特效 而且还能在玩具店兑换到满星 触电纯彩也比较推荐 零星就专属英勤78%左右的水平 但目前跌不到满星 而且是大月卡英勤 有了一定的成本 如果已经有了 并且已经升了 急了 接下来来用也没有什么问题 双身技星 大部分情况下只能吃到两层特效 在面对一些失衡条比较长的Boss是 能够在失衡一伤期吃到三层特效 虽然失衡一伤能够放大特效的效果 但综合考虑覆盖率 两层的特效数据还是比较具有参考性的 当然 从省资源的角度来看 如果已经升了双身技星了 也可以不用换 但如果你搭配的是轻易 在轻易长时间战场的情况下 出给你存在的表现 相对于雨林掏口和双身技星来说 要更加稳定一些 更加推荐它 总的来说 专属英勤的表现非常的不错 对比夏威英勤有15%到24%左右的提升 既然转五的提升这么大 那么影化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依影 可以让减在狂热状态下 物理异常积蓄效率提升15% 同时每点异常精通 还会使减造身的伤害提高0.1% 最多30% 还能是强化普攻的上限加异 但每次进入狂热状态 依旧只能获得一层 依影更像是一个数值影化 也有一定的机制 李登上要21%左右的提升 和专属英勤差不多 在有强力的下位英勤 且提升了等值的情况下 推荐优先依影 只有依影的预算的话呢 我们还是推荐抽取期望更低 且同样强力的专武 阿影呢 这是质病引化 可以让队友在减的镍咬效果下 触发的强击 甚至减的攻击 无视敌人15%的防御力 且强击的暴击伤害 还会预外提高50% 理论上呢 有35%左右的提升 且减防暴击伤害提升的效果 不容易吸食 想抽的玩家们 根本不用犹豫 三眼和无影呢 都是技能等级下 犹豫技能的等级 不会影响异常积蓄效率和异常伤害 且减的直伤占比只有25%左右 所以提升都比较小 只有2%左右 四影呢 在任意角色触发强攻或者紊断时 是全队造成的属性异常伤害 提高18% 持续15秒 这里的伤害 较为独立城区 又有15%的伤害提升 六影可以让减在狂热状态下 暴击率提高20% 暴击伤害提高40% 并且任意角色对敌人施下强攻 都会实现直接进入狂热状态 并且毁满狂热性6 强击暴击时 还会触发一次额外攻击 造成等同于1600异常惊痛的物理伤害 六影跟侧重于机制 可以让减在实战中 一直保持狂热状态 对于普通玩家来说 可以解放大脑 提升比较大 但对于高玩来说 利用好极限闪避和中结系 多数情况下 可以让狂热状态的覆盖 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 而减的直伤占比也比较低 额外攻击能够造成的伤害也比较少 此时六影的提升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了 总的来说 作为1.1下半的异常角色 剑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强度会比有轻易的猪热弱一些 和有狼阁的艾莲基本处于同一水平 与同为异常角色的派派 格里斯比起来会强上一挡 所以对于想要体验 属性异常玩法和缺主C的神将来说 剑还是非常值得抽取的 他的优秀技能模组和机制 玩起来也是爽感十足 但对于已经有猪热艾莲两个队伍的神将来说 从强度来看 剑对比这两位先顶主C没有质变的领先 完全可以跳过 好了那么以上就剑攻略的全部能了 如果喜欢的话那别忘了点赞 吃的说非常重要 那我们下期视频就到下期吧 拜